今天做梅子蒸排骨 这里是40元排骨 第一样是先洗掉它 不是洗掉它,是先洗掉它 如果你觉得它太大,你就切小它 有些人就会把它出一出水 去一下血水 我觉得没什么需要 分别不大 好,就开始调味 不断地隔一隔 调味就简单 酥油 糖 糖 多一点都不怕 因为有酸味 酸味 少许胡椒粉 少许酒 拌均匀 然后酸味去核 可以 放进去都可以 没什么所谓 算了,不要放了 又拌均匀 你喜欢可以把蒜蓉加进去 不加不可以 味道而已 梅子蒸排骨 最重要是梅子 最终 最后呢 就加点粉 让它滑一点 不要出那么多水 其实我就不赞成这个论调的 出不出水呢 和你熟不熟透有关 如果你一块肉熟透 那些水一定飙出来 你蒸少些时间 就没那么多水出了 也有可能呢 就是你的水呢 和这个粉浆结合了 就变成一些粉浆滑滑滑的 白白白的 好像蛋白 像蟹水那样 瓶了 其实不加也可以 蒸排骨有汁 有所谓 不过我都加了粉 好了 腌回去30至45分钟 就蒸得 至于说你的味道合不合呢 豉油 酸莓 有可能真的不够糖 其实可以舔舔舔 舔舔舔 我不舔舔给大家看 等30分钟 水滚 蒸得 大火好 中火好 我会蒸它 15至20分钟 15分钟我会来看看 我看看它有没有水出 如果没有水出 我会继续蒸它 因为如果熟 里面的肉汁 过了100度 是会逼出来的 如果没有水出 即是里面 100度也未到 所以出水也很重要 好了 都有15分钟 有点水 真的证明 我觉得 都熟了 刚才如果你不敢试味 现在试试都没有很重要 为什么试一试呢 因为酸莓 又豉油 真的怕它太咸 如果太咸 如果太咸 现在加糖 还可以拌均匀 我试过了 可以的 那够了 淋了下去 就感觉上 是不是比较漂亮 好多呢 那 开餐 吃过呢 都挺好吃的 因为基本上猪肉 很难不好吃的 新鲜猪肉 新鲜排骨 唯一有些失误 就是我应该加了三粒 酸莓 我现在加了两粒 酸味不太够 那为什么加两粒呢 因为我留下一粒 拍照 唉 失策 很容易 得到 红瓶 准备 核 我们认识